讲到说你知道我们有五种基本的味觉 酸甜苦咸肝 而你在吃食物的时候 你的味觉其实是一堆混合的 包含除了以上这五种感觉之外 常常会伴随其他的感觉 尤其是皮肤的触压冷热痛 会混合这些所谓的味觉 还有你的嗅觉 来共同形成你对食物的那个味道的反应 像我们常听到的蜡觉 它其实是混合觉 它有痛觉的部分 有热觉的部分 有味觉的部分 其中前两个是皮肤的 触压冷热痛 其中的痛跟热 所以你在吃辣椒的时候 你觉得好烫啊 好热啊 好痛哦 刺刺的 那是辣的其中一部分 但还要配合其他味觉 所以辣觉是很丰富变化 因为还有不同的排列组合 这是辣 所以我们常说辣觉 常常是酸甜苦咸肝之外 还多的痛神经放电 还有那个对热觉神经那个放电 你就觉得热热烫烫跟痛痛的 那有人这样认为说 经过测试 你的舌尖似乎对甜比较敏感 舌头两侧对酸比较敏感 那舌根枯枯比较敏感 鞋呢 通常这边虽然写舌前面的地方 其实整个舌头都对鞋蛮敏感的 但这样的说法 当然有人质疑 因为这五个感觉 你全的舌头都可以感应 那只是有些地方比较敏感 有些地方比较不敏感 全舌都可以感应这五个感觉 好